美韓峰會聲明表示 將維護台灣海峽和平穩定 英國旗艦級航母前往亞洲 將通過南中國海 台灣官員指責中國散布 有關新冠疫情的假消息 美東時間5月23日星期天 北京時間5月24日星期一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國觀察 我是文浩 我們在美國首都華盛頓 現場直播 首先關注週末 在白宮舉行的美韓峰會 美國總統拜登 與韓國總統文在寅 在週五的峰會上 就雙方共同關心的領域 展開了雙邊談判 但並未就中國問題取得突破 拜登結束與文在寅的會談後 對記者表示 兩國將致力於解決 攸關區域穩定的議題 例如維持南中國海的航行自由 以及維護台灣海峽的 和平與穩定 文在寅在記者會上表示 美韓兩國將更緊密合作 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 週五傍晚 白宮發布兩國聯合聲明 強調美韓兩國反對一切威脅 或破壞國際秩序的活動 將共同致力於維護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除了與中國有關的議題 星期五舉行的美韓峰會 將重點集中在了新冠疫情 氣候變化與高科技產業合作 兩位領導人還討論了朝鮮問題 但無核化的前景似乎黯淡 來看美國之音記者 維達庫斯瓦拉的報導 韓國5200萬國民中 僅有3%接種了新冠疫苗 但韓國的目標是在11月之前 實現群體免疫 美國保證通過疫苗合作 夥伴關係幫助首爾 拜登總統星期五 與韓國總統文在寅的白宮峰會上 做出了上述宣布 兩位領導人還關注了氣候變化 區域安全和朝鮮的核武器計劃 文在寅否認存在不同緊張感的說法 強調兩國在無核化時間表上一致 但是分析人士說 阻止金正恩核野心的前景仍然黯淡 文在寅渴望在明年卸任之前 鞏固他作為和解者的這項政治遺產 但是平壤的核武器和燃料儲存已經開展 儘管特朗普與金正恩之間展開過個人外交 拜登政府表示將與朝鮮一道 採取經過調整的務實方式 但未提供太多細節 拜登感謝韓國公司在美國超過250億美元的投資 並感謝首爾對他本人努力建立供應鏈彈性的支持 文在寅是拜登上任以來會見的第二位世界領導人 拜登於四月會見了日本首相菅義偉 這標誌華盛頓面臨中國崛起的同時 對亞洲盟友的關注 同樣在周五 拜登向陸軍退役上校小拉夫帕基特頒發了榮譽勳章 以表彰他在韓戰中的卓越勇氣 文在寅參加了這一授勳儀式 這是首次有外國領導人參加這樣的活動 美國之間記者維達庫斯瓦拉報導 繼續看到亞太地區 英國旗艦幾航空母艦伊麗莎白女王號 啟程前往亞洲 英國首相約翰遜週五表示 這將向中國等國家表明英國相信國際海洋法 約翰遜說我們要做的事情之一 顯然就是向我們在中國的朋友表明 我們相信國際海洋法 我們將以一種自信而不是對抗的方式來證明這一點 英國國防部此前發表 此前表示這次部署將加強印太地區的防務夥伴關係 英國致力於在該地區建立更持久的 在防務和安全的存在 英國皇家海軍伊麗莎白女王號航空母艦 在部署到亞洲的過程中 將通過地中海、印度洋和南中國海到日本 期間會與40多個國家進行互動 這次部署預計將持續約28週 跨越2.6萬海里 台灣官員週六指責中國政府散布有關 新冠肺炎疫情的虛假消息 稱這就是政府宣傳和駁斥網上流傳的 虛假信息的原因 內政部政務次長陳宗彥 週六指責中國散布有關 新冠肺炎疫情的虛假消息 視同利用認知戰爭來破壞對政府的信任 及其對大流行的反應 他列舉了一些他所說的在網上流傳的假新聞的例子 包括台灣總統蔡英文受感染卻被掩蓋的假新聞 在控制了數月的大流行之後 台灣正在應對家庭感染的激增 整個台灣處於高度警備的狀態 人們被要求留在家中 許多場所被關閉 中國國台辦週四給路透社發出了一份聲明說 台灣的指控是虛構的 而且政府正在試圖將注意力從實際問題上轉移開 在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宣布 中國實現了全面脱貧的同時 美國記者羅古不久前出版的低端中國 從另一個角度講述了中國的貧困狀況 在他看來 中國的農村人口不僅沒有公平享受到 中國近30年來經濟騰飛的福利 反而淪為棋子和犧牲品 而日積月累的民怨伴隨著人口紅利的耗盡 很可能成為中共政權不穩的導火索之一 來看報導 低端中國以人口不足1000的 中國貴州省炳花村為中心展開敘述 在這個以不一族為主的村莊里 由於經濟落後還有就業萎縮 絕大多數年輕人都背井離鄉 前往沿海地區打工 比如莫梅泉 他相信城市裡有更多的發展機會 在1998年前往東莞的電子工廠打工 工資是每小時一元人民幣 而莫梅泉的表弟莫露波則在初中的時候輟學 嘗試前往寧波闖道 當時剛剛下了火車 就被三個流氓搶走了財物 截止2020年底 像莫梅泉還有莫露波這樣的農民工 達到了2.856億 佔中國總人口的五分之一 而農村人口 最為中國總人口的一半 但是中國特殊的戶口制度 讓他們在自己的國家淪為二等公民 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 數量巨大的廉價農民工勞動力 成為了中國經濟騰飛的原動力 也鑄就了習近平實現偉大復興 和弘揚中國夢的籌碼 LUCO has been very good for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戶口制度帶來的一個直接影響 戶口制度帶來的一個直接影響 就是城鄉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2018年中國城鎮居民收入 比農村居民收入高出近三倍 全球範圍內大多數國家 城鄉人均收入比都低於1.6 比例超過二的國家僅有三個 中國就是其中之一 他們已經做到一段更新來 做得了 적更多 但是他們要從何重來omm groot 都要迅laughter 更明顯 出了民愤 中共还面临人口红利消失的挑战 2020年以来 中共领导人不断强调内循环 及扩大内需 拉动经济增长 罗谷告诉美国之一 贫穷 衰老 还有心怀不满的农民工 构成了对中共统治的巨大挑战 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认为 中国在干涉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转世 西藏流亡政府的最高政治领导人说 西藏面临着种族文化灭绝 《新法 当民经济达封出于大使区》 《非典委经济达封出于大使区》 《新法 密集中 》 我们不合作战基督经济达封出于大使区 这回事是全球上大使区 但一单的次百民党会 终于迷迷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乐 音乐 两年前撰写我来自香港而非中国一文的徐颖婷 去年5月从波士顿爱莫生学院毕业 他希望回到香港继续开展民主倡议工作 但随即遭遇7月香港实施的国安法 长期在国际发生的他担心自己可能已经是港府的目标 基于人身安全和倡议空间的考量 最终他买了一张单程机票返回美国 并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公开了这个消息 两年前撰写我来自香港而非中国一文的徐颖婷 去年5月从爱莫生学院新闻系毕业 他希望回到香港继续开展民主倡议工作 但随即遭遇7月香港实施国安法 长期在国际发生的他担心可能已经是港府的目标 基于人身安全和倡议空间的考量 最终他买了一张单程机票返回美国 12月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公开这个消息 其实离开的时候心态就是觉得 应该不会有机会再回去香港 因为其实现在你看到就是他们已经把所有 就是很多有在国际工作过 跟就是不论是国际餐议或者是游说的人 其实全部都已经离开了香港 其实也拖延了很久因为觉得不想离开 其实一直以来我的定位也是在国际的工作上 去宣传香港的社运 那如果我一直在香港 然后耽误了在自己本来定位上要做的事情 其实意义也并不高 在外国其实没有这么多的限制 可能能够做的事情更加多 2019年4月 徐颖婷在爱莫生学院校报发表 我来自香港而非中国一文后 受到来自部分中国学生的压力 指责他港独 分裂国家甚至数次受到死亡威胁令他始料未及 2019年反送中运动开始后 他在波士顿组织多场游行集会声援香港 一直持续到深秋 过了2019年这个运动之后 不单是我的人已经就是所有的专注 已经focus在香港以外 就是我已经变了一个所谓有名的人 就变了我不是一个普通的journalist 甚至我是变了一个activist 那在这个情况上 对于我之前一直想象自己要做记者的这条路上 就加了一个不明的因素 那所以到影响到就是两年之后 到现在我还是没有想清楚 到底自己未来可以做些什么 到现在还是正在处理 你正在内化这些心理的冲突 不知道未来的career path 或者是怎样最简单就是怎样去养活自己 然后要自己好好的生活下去 这个我觉得是很多离开香港的人 最首要要就是处理的事情 比较大的一个层面就是觉得 那未来其实面对这么多的打压的时候 到底国际可以怎样去应对 中国现在这个expanding 它怎样就是中国继续一直 它的influence这么大的时候 到底在国际的层面 可以要怎样继衡它呢 那香港人到底要怎样在 就是未来要怎样自处 是要面临就是大规模的移居吗 有时候很绝望的时候 有这些的想法也是 就是也是一个帮自己 不要这么负面的一个方法吧 就是有时候也会想象说 不知道就是老了几十岁的时候 会不会可以回去 就有时候也会有这种的想象吧 可是我觉得香港人有一件事要 真的要学会就是不要这么积极 就乘着气吧 虽然现在我们委屈了 可是有很多事情 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那怎样在海外继续延续我们民主的精神 还有就是在海外继续推广香港的文化 然后把它一直延续下去 到一个extend就是我们可以 倒过来说服不同国家的政府 要去怎样应对中国 我觉得这是我们未来这几年需要面对的很大的一个task 离开其实要有一个心态 就是觉得我们不是要逃避 要接受苦难 而是要怎样去离开了之后 带着自己的能力或者是自己的长处去继续利用自己长处 然后帮助依然在苦难 在受苦的一些香港人 怎样去帮助他们 或者是让他们可以 至少可以好好的生活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离开的人的责任 那不是说离开了我们移居了 然后就把香港放到脑袋后面 而是真的主动去做一些事情去帮助香港 这才是离开的意义 在大流行病导致关门一年多后 史密森尼学会在华盛顿和周边地区的八座博物馆 本月重新开放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塔伯的报道 史密森尼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 位于弗吉尼亚州上第一的乌德瓦哈茨中心 去年因新冠病毒大流行而关闭以来 首次重新开放 这是史密森尼这个月陆续开放的八座博物馆里的第一座 将采取与大流行病相关的安全措施 例如限时进入 戴口罩以及保持社交距离 乌德瓦哈茨中心比它的搭配设施 华盛顿国家广场上的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要大 它有大型的工具 大型的航空航空航空航天博物馆 所以它是比较像的方式 人们可以看这些工具 吸引它们的经验 第一次展出的两个历史展览品 用来纪念博物馆重开 以及美国人第一次航天飞行六十周年 一架F-18大黄蜂喷气战斗机 曾被著名的蓝天使海军中队飞过 还有将第一个美国人带进空间的太空舱 它有助于启动美国的太空计划 一并展出的还有洛克希德SR-71黑鸟 这是全世界最快的喷气飞机 以及发现号航天飞机 它是服役时间最长 生存最久的航天飞机 还有在二战期间 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的 埃诺拉盖伊B-29轰炸机 各个年龄层的游客 对老和新的展品都很欣赏 我们旅航馅的航天 她才能看到一些航天的航天 她的艺术每个年龄居 门得知父母的195年龙来 现在她的航天 而且 Republican 所以我们真的愿意去找一个 出现的一个大 Sisko 过来的跟同新的大俄 我们现在说过去 我们老看到了 我们长得会罵得 压跑 我们很喜欢的 另外六个史密森林博物馆和国家动物园 计划在这个月晚些时候重新开放 其中包括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国家博物馆 国家肖像画廊 史密森林美国艺术博物馆和附带的伦威克画廊 国家美国历史博物馆和美洲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 美国之音记者塔伯华盛顿报道 在圣约翰大教堂为自行车祈福是纽约市的一个流行传统 去年由于大流行病 祈福通过虚拟的方式举行 但是今年这个活动重新登场 许多人带着帮助他们度过了艰难一年的自行车来参加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纳尔逊的报道 在纽约市许多不同寻常的仪式中 这一个由于年代久远而与众不同 过去23年 每年5月初数以百计的自行车手骑车前往纽约市圣约翰大教堂 让他们的自行车接受祈福 甚至连宠物也随行 格伦·戈德斯坦创始了这个不同寻常的传统 她本人并不热衷于宗教 作为一个狂热的自行车手 这个点子来自于她的母亲 说到这个仪式的目的 格伦·戈德斯坦说 她喜欢把这个祈福当作一种 让她和其他许多人更安全的仪式 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 许多纽约人把自行车 是为在这个饱受蹂躏的城市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之一 甚至连教堂的神职人员也承认 他们已经有一年多没坐过地铁了 在美国的道路上 平均每天大约有两个自行车骑手死于意外 骑成白色的自行车经常出现在曾有自行车骑士死亡的地点 用来纪念他们 Cedro Lopez, 41, Brooklyn Tadios Tchaikowski, 61, Brooklyn Zudi Dassi, 79, Staten Island I think the ghost bike it's a good cautionary tale for all of us seeing a bike there and it's also a way to remember that a poor soul you know, lost his or her life doing what they liked or even just going about their daily business I think it's tragic and it's sad but it's good to have a memorial for people to realize that it is dangerous with cars and bicycles like sharing the same roads and for people to be aware like how easy it is for cyclists to get injured when you have thousand pound vehicles riding next to them 他们每年一次 来为自己的自行车骑服 然后他们再出发 准备好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 踩动脚踏板 进入新的遗迹 美国之音记者 纳尔逊 纽约报道 新冠疫情爆发时 美国的牡蛎养殖厂 眼看他们赖以出售水产品的餐馆 大都已经关闭 许多牡蛎养殖人 都走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他们寻求各方帮助 恰有一个环境保护组织 和几个联邦机构 已到伸出了援手 提出购买数百万只牡蛎 用于恢复美国20个点的 贝类礁石项目 这结果不仅造福了环境 还保护了牡蛎养殖人的生意 所以在中央夏了 市场的贡献 企业本来不见到几个 90%的贡献我们收到 不同的贡献 最后发生了 我们就以后 我们不离购买 我们就说 我们不能收拾它 我们没有办法 出品,它 takes about three years for an oyster to get to market size. And market size is a three inch oyster. So, this is a typical market-sized oyster. And once they get, you know, four or five inches, and this one's a little misshapen, what we would call an ugly, we won't really have a big market for them. 这一年因为疫情的疫情,我们其实是购买的,或是大型的,甚至是叫Uglies, 不过去市场。 它真的被人家的生活中 能够保持一些收入的收入 很快的活力 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大的活动 它是一个人的活动 所以在购物上的活动 他们在核心上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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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它是一质的 保护生命 这是为了大约红线 出现世界的疫情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